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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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鸣若姬者 夜夜不得谢 三日段午撇 大人孤闲词 非为这座词 君家富难未 且不肯去思 土里无所思 便个白宫墓 皆是乡前归 这里面讲的就是一部修理词 在家里每天在家里做不完的事情 天天天不亮就起来这部 但是 他的仆仆还唠唠叨叨的说他 既然这样子我就回去吧 府里的文字堂上其奥谋 而以波罗相姓佛得此父 激发同镇写 王权共为友 共是两三年 四日未为久 女行无偏写何以此不候 阿某为府里何乃太区区 此父无理解举动自专有 无以久怀奋如气的自由 我要把它修掉 他这个瀑布对这个媳妇是十分的不满意 就是要把它修掉 横看不顺眼 树看不顺眼 我就是要把它修掉 并且新的对象我已经给你找好了 找好了 东家有贤女字名秦鲁府 可怜体无比恶魔围如囚 东家有一个很好的女子 她名字叫秦鲁府 秦鲁府我们大家知道 看来汉的美女的一个通名 她不是真的一个人的名字 这些人的名字 便可苏遣子遣去圣母流 府里常贵高 佛为其阿某 今若遣此妇终老不服娶 你怎么把我这个妻子修掉的话 我一辈子宁可不得娶媳妇 没想到阿某得蚊子垂肠便大怒 小子无所谓何敢祝父与 无以圣恩义便不相重许 这个母亲发怒起来 这个儿子也没办法 只好把妻子修掉 府里莫生最败环绕固 举言为心腹 哽咽不能语 我字不取情 别不有阿某 不是我要把你赶走 是我母亲一定要把你赶走 他答应妻子 请但赞还家 无尽切妇妇 你呢 先回家里住几天 我呢 先到公府里上班几天 不久当归还 还彼相迎娶 我呢 不久就会回来 回来之后我就尽力回来 怎么样 看起来这个焦忠卿软弱的性格 在这里也显示出来了 她懊不顾她非常厉害的母亲 想将 她想取一条中间子路 但实际上这个中间子路啊 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的 以此下心意 胜佛为无语 你呢 记住我的话 我一定回来 尽力回来 你呢 千万不要违背我的话 心腹为福利 佛佛重奔月 这个焦忠卿的妻子刘兰卿啊 头脑比较清楚 她这个头脑里比焦忠卿要明白 实际上我一出这个门啊 这也回不来了 这也回不来了 丈夫想取一条中间子路 你先暂时的回到家里住几天 我一定把你寄回来 但实际上一定寄不回来 一定寄不回来 福利 心腹为福利 佛佛重奔月 你不要再另外有什么思想了 往谢出阳税 谢家雷桂门 往年啊 这个我来到你家的时候 我呢 在你家里呢 逢是寻公墓 进子 赶自砖 这是她回答丈夫的话 你母亲批评我 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 我什么事情都由你公公仆仆说的 我从来没有自己做主 并且我很勤劳 周夜勤作谢 灵品饮苦心 慰言无罪故 拱扬之大恩 人更被屈前 何言福利还 我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 你母亲还要把我赶走 你能够重新救我入门吗 我能够重新回来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下面她讲的告别的话 却有修妖如 微蕊自身光 红如佛斗杖 四脚垂香囊 相连六七十 绿别青丝神 握握 歌剧以种种罪其中 我的嫁妆很多 我的嫁妆也很好 我现在我不带回家里去了 看起来这个焦忠心的妻子 刘兰兹她被赶出门以后 她就下了必死的决心 我东西也不带回去了 不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要离婚的时候 冰箱归我 这个电视机归我 什么东西归我 家里的存质要归我 她通通都不要 不要我从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她知道她回家住不下去了 她家里的勾勾太厉害 回家就没有好惹子过 我是一定要双方都逼不过的话 我就自杀 她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 人家我也必不做您后人 留得做前世语境无会因 死死为安慰久久不向往 我这东西留给你做个纪念 留给后人用 这是她也不会用的 但是我留给你做个纪念 她回家大家看看 鸡鸣外野树心腹起年庄 坐我秀家群四四四五通 坐下十四里头上对卯光 要若留完树而助明月当 出门的时候 这个刘兰芝她是精心做了一番打扮 很有自信 她很有自信心 没有摄昏若迫的被人家赶走的那种狼狈的样子 在天亮的时候起颜庄 大家看看 认认真真的像抄架的时候一样 她做了打扮 把我的裙子穿好 把我的鞋子穿好 把我的头上头发梳好 你看这个刘兰芝还是非常漂亮的 要若留完树而助明月当 子若薛冲耕可若寒珠淡 千千作细部今妙事无上 上堂谢阿姆阿姆怒不止 上堂跟她的母亲公公婆婆先告别 跟她婆婆先告别 她的婆婆生气 你出门还打扮得那么漂亮 她婆婆 下作女儿死生小出野里 本字无教训 奸窥贵家子 摄某钱不渡 不堪某屈 今日还家去念某饶家里 这个是刘兰芝自己说的话 我做女儿的时候 我生长在农村 我本来就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 我做你家的媳妇 我是感到惭愧的 这个是看见刘兰芝也很有思想 很会说话 受某钱不渡不堪某屈 我接受你仆仆的恩惠很多 我呢不配做你的媳妇 我今天要回家去了 但是我念你仆仆 你仆仆也是很辛苦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她自己不是为自己考虑 她样样事情都为人家考虑 像这样子贤良的媳妇 还要被驱赶 真是我们看着都非常同情 这跟小姑子告别 小姑子就是她丈夫的妹妹 却以小姑别磊落连珠子 小姑跟她感情非常好 心腹粗类似小姑似伏长 今日被驱欠小姑如我长 刚刚驾过来的时候 小姑扶着这个肠 我看起来她也很多年了 讲讲两三年 我已经讲了三年都是虚数 实际上驾过了好多年 被驱赶的唯一的原因 我们可以推断出来 她没有孩子 没有儿子 没有给交加贴儿子 贴儿子 因为切除此条 有一条是无子者冲 不会生儿子可以冲 她告诉她的 她跟小姑告别的时候 这个小姑是非常的 两个人非常的 感情非常好 情心仰公木好字相似讲 初切及下酒细细莫相忘 初切就是我们切切子气 还有下酒 就是碰到可以大家接班出去玩的时候 我们互相不要忘记了 我们姑少两个还可以玩一场 出门登记去替落百余行 复立马在前 心腹居这后 盈盈猴殿殿聚会大道可 下马若聚中低头贡儿女 事不相各倾却占还家去 无尽妾夫妇不久生当还 誓天不相辅 这个我呢 她这个焦中青还存在着幻想 还是希望能够把妻子救回来 能够救回来 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这个焦中青还跑到妻子被修掉的那个妻子的车上去 跟她讲了许多话 我一定不会 我一定不会离开你 你先暂时回家去 我现在暂时到府里去上班 不久我一定回来接你 一定对你不相辅 一定不相辅 但心腹呢 跟福利怎么讲呢 大家看看 心腹为福利 感军须居居怀 君记若见若不久王军来 我还是希望你 但她心里还是存在一些希望 希望你能接我回去 君道做磐石 切档做补补 补补寧肉是磐石无转移 我 他们两个发誓 我希望呢 做补补 你心里一定要坚定 那我们两个还有团圆的一天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告诉你什么事情呢 我有亲父兄信心暴如来 我家里我担心回去 我的母亲很好的 我只有一个 大家注意 我有亲父兄 跟我同一个父亲生的哥哥 看起来不是同一个母亲的 信心暴如来 恐怖仁我义 你坚我怀 我只怕我的父哥哥 一定要把我早点把我夹着 把我赶走 举手长老老两情同意 若门上家躺进退无言义 阿姆大福早不吐子自归 进了门以后 简直是非常没有面子 大家知道 我们读过小学里中学里 有没有读过一篇书 叫挫着岩岁赵太后 各位 挫着岩岁赵太后的时候 挫着跟挫龙 有些人说挫龙 有些人说挫着 他跟太后讲 你每次把女子嫁出去了以后 每次心里子 他跟太后讲你嫁了那么多女儿 你把女儿嫁出去以后 实际上心里经常想女儿的 但是不希望再见到女儿 为什么 女儿如果一回来的话 就表示被男方修回来 是不是啊 里面讲到这个情景 你想念女儿但是不希望女儿回来 是不是啊 女儿被修回来 这个是非常难为情的 这里你看看 刘兰兹被修回了家 入门上家躺 进退无言意 进也好退也好 实在也没有面子 阿母大福长不徒子之归 她的母亲是拍着手 你怎么回来了 回来省亲这个是很好的 回来看看母亲 当天晚上就回去 这个是母亲非常高兴的 但是你被修回家里一年来之后 这个实在是没有面子 人家问起来也没有面子 我女儿怎么回来了 我女儿被丈夫修回来了 女儿想起来 她母亲想起来对女儿的教育 十三教如者 十四能成 十五谈空后十六之礼仪 十七浅如驾 唯言无视为 如今 侯罪故 不宁而自归 现在你到底有什么罪故啊 我没有去接你 你现在自己回来了 刘兰兹搞得很没有面子 颤阿母 而是无罪故 告诉你妈妈 我实在也没有一点错误 我牢记你的教导 我到了公公婆婆家里 每天勤劳作谢 每天对公公婆婆非常的尊敬 你看她母亲什么表现 阿母大悲愁 她母亲是非常非常的悲伤 非常非常的悲伤 下面先讲女方 欢假十余日 县令前谋来 云游第三郎窈窕事无上 年次十八九 便演都令才 阿母为阿女如科居印子 阿女寒瑞大 兰兹粗环是福利兼顶 这事不比理 今日为情意 恐此事非其 自可断雷性徐须更为子 阿母跟回家才十几天 县令便派一个媒人来 说我的第三个儿子跟刘兰兹比较相配 希望能够嫁给我 幼稠事无上 现在看起来幼稠啊 绝对不止 在先轻两汉的时候 幼稠这个词啊 不单单是女子 是男子也可以 就是我的儿子非常好 儿子非常好 我的儿子很有才 那么你能不能嫁给我 他母亲跟女儿讲 你限令他想娶你做媳妇 你看怎么样 告诉大家 心情两汉到唐朝啊 女子这家一点没什么问题的 女子这家一点没什么问题的 我们宋明礼学出来以后啊 鼓吹女子从一而终 我们别的不要看 看看唐朝嘛 是不是啊 武则天本来是唐太宗的成人 就是小老婆 后来嫁给唐高中 唐玄宗 我们大家知道 她娶了一个杨玉环 杨玉环不是大姑娘 她是她儿媳妇 受亡的媳妇 唐台中看到 唐玄宗她妻子死了以后 没人了 一看媳妇那么漂亮 拿来给我啊 当然先出去啊 到那个那个道观里面去一下 道观里面去一下 道观跟尼古安不同啊 尼古安要头发要剃掉的 道观里头发可以保留的 后来再过来给她做贵妃 她的贵妃地位很高 因为没有王后的 贵妃相当于王后 是不是啊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那是另外事情 好 这里面 县令 派了一个媒人来 去刘兰兹 希望刘兰兹 给她做媳妇 看起来刘兰兹 名声也好 容貌也好 各方面也好 都是非常错色的 就是她婆婆不喜欢 没办法 反映了封建社会里 给她婆婆的那一种做派 那一种做派 某亲叫刘兰兹去答应 那么刘兰兹喊着眼泪告诉母亲 我们夫妻感情还好 然自初环市 府立见鼎营啊 皆是不比你 过几天 府立啊 她说要回来 让她母亲气消消的时候 回来接我的 那么母亲还是爱女儿的 恶母白眉人 贫贱有词语 私事还家门 不堪立人负 契合琳郎俊 幸客广闻训 不得便相许 她母亲非常有礼貌的拒绝了 县令的媒人 她说我这个女儿啊 不适合嫁到你官府里面去 希望你重新再打听打听 去一个更好的母亲呢 第一次帮助了女儿 回掉了这么重新的亲思 媒人去夕日寻前陈请桓 说有男家女 臣戒有宦官 云由第五郎交夜未有婚 浅臣为媒人逐步通语言 则遂太守家 由此令郎君 既曰之大意故前雷归门 而某些媒人 女子先有事 老末妻甘言 接下来你看看 又有人人说了 又有人人说了 这下子说的地位还要高一点 只是太守家里 太守家里 显臣为媒人 那么主部通语言 主部就是办公室主任 女书长 女书长累累通 还要累 还要累 结果呢 阿姆还是给她聚集掉 聚集掉 你看母亲当然非常体谅女儿 接下来 古人如刘兰兹所预料的 她的哥哥不同意了 二兄的蚊子 怅然心中烦 举言蚊的阿妹 做计合不量 先嫁的府立 后嫁的君郎 匹态如天地 做以荣卤生 不嫁一郎体 齐悦 齐往越何远 你看看 你原来嫁了 原来是府里面一个立 现在你要嫁给的是一个官府里的人 你说不嫁 你到底想干什么 那么刘兰兹没办法 现在看起来 中间约府司里面 约府司演唱的 可以唱给大家听的 劝人的 那么中间很多 省力的很多中间的环节 你看刘兰兹怎么说 男子两头打 理事如胸炎 你讲的真正是对的 哥哥讲的对的 谢家四父君中道完凶门 处分是兄弟 哪得自忍转 女子三宠四的 看起来刘兰兹的爸爸已经没有了 母亲也做不了主 他哥哥是当家的要自主 刘兰兹自好答应哥哥